大家好,现在是2021年8月20号的早晨 我们看到隔夜美国三大股指是涨跌互线 S&P500和纳斯达克分别是上涨了0.13%和0.11% 倒从这边则是小幅下跌了0.19% 从结果看,很显然美国股市最终是从早盘的大幅下跌中 得到了一些恢复 其中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最近两周以来 是首次临涨美国三大股指 虽然盘中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一度是达到了0.5% 但是最终还是回吐了大部分涨幅 截止收盘纳斯达克指数只有小幅上涨0.11% 另外数据显示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出现一些好的现象 上周全美一共有34.5万人申请失业就计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数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在过去两周 美国的失业人数一直在减少 但是随着最近美国消费者信心和服务支出的下降 我们认为就业数字继续增长的可能性正在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担心经济增长开始放缓 我们看到隔夜国际油价是出现了连续下跌 大宗商品市场上也是跌身隆隆 另外虽然隔夜美股是出现了小幅上涨 但是在美国股市内部 市场情绪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低落的 尤其是在纳斯达克上面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机构估计 短时间里面我们应该看不到 纳斯达克指数会出现强劲反弹 那么这就是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